我们就来实战一下 看一下CSS预处理器到底长什么样 那么首先我们会使用less 那要使用less的话 首先我们就需要安装一下less的编译工具 这个工具呢是node写的通过npm发布 所以首先要确保你的电脑已经安装好的node和npm 这个呢就不在这里讲述安装方法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安装less的编译包 那么怎么装呢 我们通过npm install less 大概呢是这样一个命令 这里有几个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首先如果你熟悉node.js的话 你会知道package.json这回事 那如果你要加到package.json的依赖中的话 可以加上刚刚代写d是加入devdependencies 或者代写s是加入dependencies 那如果你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那你就不要加了 第二个呢是安装到哪里的问题 npm的包可以安装到项目下面 也可以安装到全局 那我这里呢是安装到项目下面 如果是需要安装到全局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g 那假设我们是安装了-g的这样的方式去装 装完之后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去使用它的编译工具 lessc你就不用管这个lessc在哪里 可以随便用比较方便 去调用nodemodels.bin 如果你不是全局安装的就像我这样去调用 lessc 后面再去接其他参数我们一会去讲 那如果你是全局安装的话 你就直接lessc 然后后面再解其他算数 那后面我在讲解编译的时候就不再讲这个区别了 安装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来编写我们的less文件 那less文件呢 顾名ce它的后缀名也是.less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less这样的文件 那我们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你可以看到跟css一样去写 那么我们在第一个文件里面呢 主要是看嵌套的部分 所以当我们写到这个.wrapper的时候 这样的话你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css文件 如果我在.wrapper里面还有其他的子元素需要加样式 那么我可以直接嵌套的写在里面 大家看到这种方式呢 在css中是不允许的 但在less和sars中都是允许的 同样的当我们有一个content需要包含在wrapper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 然后需要注意这里的这个end符号 end符号它相当于是一个评级的关系 怎么讲呢 我们这个地方的wrapper 然后nav它编译出来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负子层级的关系 对吧 那如果你加一个end符号呢 它是没有中间这个空格的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content冒号hollow 那这个就非常方便我们去写一些 比如说多个类一起的选择器 或者是一些尾类 那这里呢是使用了一个hub委类 那这样呢就是一个欠套的less文件 当我们编写完这个less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编译成css文件 我们使用lessc 刚刚已经说了 lessc怎么用了 这里就不再说了 然后后面就接我们的这个文件 1-last.less 我们先可以回车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输出了一段css文件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css文件 这里用一个大语符号 直接输出到1-last.css 好 它就变成了这样一个css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欠套的 已经被编译出来了 我们之前说过 欠套可以让你的代码 变得更容易组织 那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看 层级呢就会非常清楚 同时它会有强制的约束 就是你这个里面的NAV 一定是在点wrap下面的 你就可以看到wrapNAV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欠套写法的强制约束 你看层线